蝦 蝦 一二三 四 這個點不用太長 抖抖的細細的 放輕鬆 不一定要抖的一樣 這個字比較好寫 它的原字筆畫好多 你會寫到抓狂 那這裡上面是細的 我這裡稍微寫大的 這裡這麼大是因為上面寫的比較細 上面寫的比較細 這寫的比較大 一的文化很多 一不是只有一畫 叫一 一本筆畫好多 上去折下來 它的勾有時候都頓頓的 不見得要勾得很尖 當然你也可以偶爾勾很尖 就是交錯 各種技術不斷的交錯 提 提 這些短一點 沒有什麼空間 讓它做伸展的動作 靠近靠近 每個點畫都要清楚 雖然筆畫很多 還是要有點耐性 嗯 這個字寫的比較重 這個在別的肢體也不會出現的情形 在儲碎糧都會出現 右下角拉長一點 而且它都基本上非常的長 壓在下方 歸 歸寫的是有點怪 跟別人寫的不太一樣 歸就是上跳上去又點就好 不過它這裡多了一個動作 有你就可以寫 不算錯 短門可以往上翹 中間就平一點 下面加一點弧度 往下壓 明明火在旁邊通常寫的比較窄 因為只要是沒有空間 一二三封 這裡還有一個長的 下面就是拉開折進來 再彈起來再去點這四個 慢慢的往內收 輕盈一點 輕盈一點折 勾起來 勾有時候就覺得怪怪的 跟一般的 還是有點不一樣 還是有點不一樣 一二三 那這一行是比較長 在這裡 點 一樣 這裡還是讓它稍微長一點 怪怪的 放輕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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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寫字真的有時候是放輕鬆 不是一般人講什麼 鍛鍊體力啊 鍛鍊職力啊 放輕鬆毛筆才寫得自由自在 鍛鍊職力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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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 哎 哎 刻意的寫得比較重 G G 麻 麻 這裡寫窄一點 這個如果懶惰一次就可以寫完了 寫個一橫就可以寫完了 十的話如果上面這裡是點 那下面就可以那 那點就小一點 那就可以那長一點 效果就很好看 我沒有說一定要上面是怎麼寫 所以說那 那就那 那這個那最好比它長一點 長 往內縮 彈起來 放射狀 那 我 那 我 那 聽起來都分不太清楚 混用 背棄也是一步 不過很多人都是寫一個點 其實也沒有錯啦 那可以長一點 有時候會故意讓它飽滿一點 抄 釘著 細細的 折往內縮 抛下來 草木 綠穗洋的絕招 鐵轉納長 折往內縮 賣 姿態 細細 點,點個壓低一點 積 挺勵,挺近 彎曲 然後納 捆後 彎 裝飾的筆法偶爾出現 不用每次都有,每次都有就覺得公式 這筆會拉得很長 這筆會壓得很低,高低不會一樣 只有儲雀糧可以把點搞成這個樣子 應該沒有看到有人可以把點搞成這樣 厲害的地方 方 方 以前跟何時,你Jessica幫忙 也要這樣子 又連著筆的板子 就在無解 不是 這些人